你会不会讲 你会不会讲 优狗 优狗县长潘孟安与新著名的小朋友 一起玩图卡互动游戏 这套以越南语制作设计的桌游绘本 是透过游戏与生活化的情境设计 来学习越南人文地景 和时宜住行娱乐的字汇和语句 好好玩 好 全国第一套的越南语的桌游 让孩子多一份的竞争力 也从这些学习当中了解在 他五国的所有的生活情境 也可以跟台湾共同来互相 培训成长 为了推动落实母语教学 三年多来 共培养200位的新著名母语教师 进入校园成为12年国教课纲的补充课程 并且以宪府经费自编绘本 让孩子了解自己的文化和语言 词汇的部分 就是我们会有图案跟那个国语 跟那个越南语 让学生可以还是那个 完整可以看得很清楚 我们希望的我们多多帮助我们新著名 多一点的教材 多一点的准备 介绍一些我们越南的文化 跟台湾的文化的差别在哪里 正到绘本与中游 下学期开学时 就会发送到县内有开设新著名语文 越南语的学校作为教材 希望落实推动母语教学 提高学童竞争力 新唐亚太电视李真荣 李金菊 台湾屏东报导 接下来运输 放不放 放 别为难受管 就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